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八卦门 那这八卦门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乃是主神为道教 如果是主神为道教呢 我们一般都会用八卦门 所以两旁呢 我也用八卦门来做代表这个事 那再接着呢 就是我们这个石雕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这石雕呢 其实我们的雕刻呢 都是作为我们呢 一个起伏的动作 什么叫起伏呢 你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旗子 那但是很可惜 因为它这个旗子呢 已经斩掉了 因为它石头很硬 但是很脆弱 很容易受损 所以说这个旗杆已经斩掉了 那这个旗呢 象征邪呢 就是要祈求那种问题 旗 就是旗球 那这个呢 一个远远的代表旗 所以有旗球 旗球的含义 尤其这个旗呢 让的是一个类似花 还有古钱的造型特色 所以有一种祈求 吉祥特色 这里呢 会看到这一组呢 这一组呢 看到这一个是一个吉庆 那吉呢 它是一个武器 那这个呢 就是庆 早期乐器称为庆 这是一个祈求 吉庆 台语呢 就称之为 吉求吉庆 吉求吉庆 吉庆 在厨子上